身兼全國政協港澳台橋委員會副主任的 女法局主席林建岳出席一個論壇之後 被問及對張振遠辭任行政會議成員的看法 林建岳就認為張振遠辭任是有承擔的表現 並相信特首對填補人選已經心中有數 選舉之後我就不覺得已經有什麼型 我只知道是一個香港型 所以我覺得要找一個人去代替張先生 一定要找一個香港人 找哪些香港人我想我們特首應該很清楚 我覺得他給什麼人我們都應該去支持他 因為這個也是服務香港其中一個 我覺得行會議員主要是給特首一個advise 所以我覺得他選了誰出來 我想他應該是心中有數 出席同一個場合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哲元 就表示不評論張振遠事件 並認為現時的行會申報制度行之有效 暫時沒有需要再進行檢討 債務方面事實上在去年的李國能大法官 所主持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獨立檢討委員會裏面 是特別有幾個段落都提到這方面的問題 他所看的也包括當然是問責官員的申報 債務等等 他的結論都是說現在根據特別的項目 來作出具體的申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 委員會是看不到有需要作出一個常規性的申報 另外對於有子回歸後的行政會議影響力 不及港英時期的行政局 譚志願就說行政會議的組成、職能和運作 都是按照基本法規定 會否改組行政會議 行政長官會聆聽各方的意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梁浩恬報道